好 這個執行長這邊 有一個臨床照顧的經驗師 有一位六十幾歲的巴巴 他也忽然變瘦了 吞咽不舒服 然後他說胸口有突出來 他其實是當時是這樣 就年紀比較大 然後就是體重瘦 他自己因為男生很少量體重 那大半年不量體重也很正常 所以其實體重在瘦沒有太自覺 不是 我們不太量 是怕面對現實 我怕數字上去 可是他是下降了 然後你就發現越刺越慢 人家跑車是兩秒到一百 我們是一秒就到一百 你就發現他就越刺越慢 然後呢 孩子就覺得爸爸吃不好 我幫你順順摸一下 怎麼摸到這個地方 就發現尾骨出來 瘦得吐吐的 然後就說不對 然後體重又瘦 這樣就趕快送到醫院去 那我們在醫院照顧他說 就很可憐吞東西就超辛苦 吃東西非常辛苦 可是營養師就有本事 我就跟你濃縮 給你少量多餐 想盡辦法也幫你硬撐到某個程度 那爸爸每次都笑笑著說 因為他就是一個很 你就可以想像很仁慈的那種 那孩子們也非常孝順 就每天看得好心疼 就 撐下去這樣一點慢慢慢慢吃 當然他就是剛剛所說的化放療 當然也是很多結痂 所以完全吃流脂飲食 對 那這種情況 就剛剛說那個嚴先生 我其實是很心痛 那個時候我看新聞的時候 嚴先生說反而我太胖了 所以因為這樣的問題 少十四公斤 多好肝肥 我聽起來是很痛 千萬千萬不要這樣想 要注意 就掉四公斤就是要注意 不行不行 你要守住體重 就機會守住命 所以我們都用力地告訴每一個人 不管三七二十一 尤其是食道癌 或是頭頸癌這種的 會跟進食會出現困難的 就不管三七二十住院 其實就是會整營養師 想盡辦法 我們是要守住 可是還是跳上去啊 對 他不是掉下來 順便收起來 對對 其實有一些方法是也可以 對 所以我簡單來說 就是其實守住體重就會 其實會守住命 好 不過請教一下錢醫師就是說 這個什麼 食道癌要檢查 是用胃靜最簡單嗎 對 有時候我們講胃靜 但是他會先經過食道 所以食道會先看 所以做胃靜 就直接會經過食道 胃 蛇子腸 在進去的時候會看一次 出來的時候會再看一次 只是說有時候有時候做太 這樣要煮肉油嗎 最好是 有時候都沒有煮肉 所以有時候一直做餌 或者是他做的過程中 有時候拿出來的時候 病人已經受不了了 他就趕快拿出來 就是很激動的狀況下 醫生就沒辦法檢查得很清楚 所以打麻藥的確會比較清楚 不會痛 不會痛 然後你比較沒有知覺 還好 沒有什麼危險性 那這在那個有鎮靜的情況之下 檢查其實比較清楚 尤其是這一段 因為他只是快要拿出來了 這一段 他其實要慢慢仔細的檢查 普遍的食道癌是發生在比較下面 還是比較上面 都有 如果是跟抽菸喝酒有關 在上跟中間的地方 這兩段的話是跟我們這些生活習慣有關 那菸為什麼會 菸的話 一樣他是自來物質 有你骨丁這些東西 他會血液會循環 對我們消化道癌症 還是會造成像大腸癌 食道癌 也是會 胃癌也會 而且我們比較有 有時候你知道嗎 我有遇過那種食道癌 很早期喔 不是很資深的醫生看到 是菜鳥看到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有一次我們在 我跟一個就是一個實習生一起做胃鏡 做胃鏡要拿出來 因為他不太會操作 就拿到食道的地方就是 就是慢慢操作很慢 就做做做 其實醫生有時候很碎 你快就拿出來 那些菜鳥他做得很慢 慢慢慢慢 而且做到一個地方 他就看到說 那個學長 學長 這個是第一次的東西 這看起來顏色不一樣 學長就說 你不確定 你就切片好了 你就切片看看好了 結果一切片就是初期的食道癌 所以有時候菜鳥真的是 誤打誤撞 他是膀 慢慢受膀 受膀 受膀 不小心看到 但如果你很有經驗的醫生 很仔細看 所以現在有些新的設備 他也可以把食道 還是現在可以用一些什麼 不同的光源 還是什麼就是 還有AI 現在還有機器 你進去食道 類似鏡做進去 然後那個電腦會告訴 說你這邊有問題 結果醫生沒看到 他會幫你圈起來 說AI可以到這樣 AI可以做到這樣子 他就把這個圈起來 所以我們不用再找菜鳥醫生 不用再找菜鳥醫生 不然為了這一集看完 大家都說 麻煩你 安排那個廟廟做的 來幫我看看 做比較久不妨 我告訴你 你有講這一段你知道嗎 不然全部的人都要 來這個圈子 可不可以再找菜 我們下次再找你